拿著紙張在住持廟章法師帶領下 攻讀星雲大師的兒童祈願文 佛光山極樂寺好瞄自幸福學堂 日前舉行開學典禮 現場近40位佛光人和家長現登祝福 祈願小朋友們都能獲得關愛 小朋友每個禮拜三四五 都會來極樂寺這邊上課 那他們來先做作業的一個寫作 然後溫習他們的功課 那我們有一套這個軍醫小學的一個教學平台 讓他們從電腦裡面學習一些教學的基本的知識常識 所以會引起孩子很快樂的一個學習動機 在法師帶領下學習佛門禮儀 好瞄自幸福學堂招收佛光人第二三代 就讀小學的孩子 來到場接受良好學習 教導他們行三好培養優秀品格 懂得知足感恩喜福 這個是課後班我們讓孩子在多元的學習 然後讓他們能夠幸福快樂的成長 不會的作業會有老師輔導我 我還有專屬的一台筆電 老師還會教我們佛門禮儀 我覺得很開心快樂 讓我收穫滿滿 手拿國語詞典和筆記本套組開心畢業 孩子們在學堂溫習下受益匪淺 廟章法師也期望未來這群好苗子能茁壯成長 之夜繁茂後並應眾生貢獻社會 人間威視台北七龍綜合報導